接着呢我们来看五支2.2海底扩张说 前面我们谈到维格纳他提出来大陆飘移说之后 当时的科学界并不认为他所讲的是可信的 因为当时呢他并没有去说明这些能够在陆地上面所拼凑出来 合并在一起这些地形呢 他过去呢曾经是因为某种动力的来源 而导致于他今天分裂呈现这个状况 那但是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还是有许多的科学家怀疑说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 那当时呢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因为当那个军事的一个缘故 开始去调查很多的海底资料 当时军事大概有分成两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叫做大陆所 就是谁拥有了陆地呢谁就会拥有全世界 那另外就是海洋说 就是谁拥有海洋谁就会拥有全世界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在当时去探测许多 在海底的地形的一个资料 那么其中呢美国地质学家赫斯呢 就是提出来海底扩张说的这个科学家 它利用观察到海底的像是地形啊或是地震啊 或者是一些磁性的资料 进了去说明海洋呢 它过去其实也是合并在一起 然后逐渐扩张之后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现象 好那我们看一下 那在这边呢 有提到说 像是中阳极啊或是裂谷 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都可以去说明过去海底呢 曾经发生过扩张的一个证据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一个内容 好所谓的海底扩张说呢 也是说在中阳极呢 会有岩浆喷发出来 然后逐渐形成新的海洋地壳 然后从中阳极呢往两侧去移动 然后造成阳盆的一个扩大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海底扩张说的概念 就是下面这张图片 好在地寒对流旺盛的地方 它会 岩浆会喷发出来 产生这个裂谷 在陆地叫做裂谷 然后呢往两侧扩张 海水进入了之后呢 形成了海洋 然后逐渐往外侧移动 这就是海底扩张说的一个概念 好那在这地方如果 有岩浆喷发出来形成裂谷 张裂形成裂谷 然后岩浆喷发形成海洋 地壳的话 那应该在其他的海洋也都会 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图片 5-8的地方 好这边100 课本141页 好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 来对照一下 这个中阳级不是只有在大西洋才有 你在国中的时候有学过大西洋的中阳级 那在这边的话 你看到 其实 太平洋这个地方也是有中阳级的 老师在这边呢 用黄色的线把它画寄出来 这个位置呢 就是 太平洋的中阳级 相较于大西洋中阳级 太平洋中阳级是更长的 那么印度洋呢 它也是有中阳级的哦 好所以这种 板块 扩张的这种现象呢 其实在 海洋里面 处处也是 都可以看得到的 好那我们再回到前面课文的地方 那所以呢像 中阳级这个地方呢就是 巨大的海底山脉 那如果在 陆地上的话我们就把它叫做裂谷 那这都是 从这个 地形上面所找到一个证据 接着我们来看 142页的地方 那么 如果有 沿浆喷发出来形成新的海洋地壳 那老的海洋地壳又去了哪里呢 这时候海底扩上桌就这样讲 他说老的海洋地壳呢 会随着 地寒的 对流 然后呢 最后发生引没的现象 在海沟的地方 重新 引没下去形成 这个 地寒的一部分 好那么 所以 在这边呢就拥有这个海底的地形资料所调查出来的 这个 呃 海洋地壳扩张的这个现象 那另外呢 在引没下去的地方 这里也有另外一个 证据 这证据是什么呢 就是在 不同的深度地区呢 所产生的地震 好所以 当地震呢就是 呃 错动 地层错动 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那如果地震的震源 逐渐加深 有出现 浅缘 中缘 跟深缘的地震的话 那就可以说明这边呢 就是反块 正在引没的一个现象 好那引没下去呢 这个地壳形成的岩浆 这个丰沛的岩浆 它有可能会 喷发出来 所以呢在引没下去的地方呢 这边又会有 岛浦的形成 这个岛浦呢 就是 聚合性板块边界的一个特征 因为呢 板块聚合之后 这时候 老的海洋地壳 就形成了 岩浆的 成分的来源 所以呢 这边岩 岩浆的加温之后 形成岩浆 岩浆的喷发出来之后呢 就形成岛浦 好这是海沟的一个 海沟 处呢有板块引没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好那 刚刚前面讲的是关于 地形的一个证据那另外呢海洋沉积物呢 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这个海洋沉积物呢 它就是 可以从砖探的岩芯上面去找到 沉积物的厚度 那发现呢海洋地壳的年龄 都是小于 两亿年的 那这两亿年 为什么 在大陆地壳 它可以找到 40亿年前的这个岩层 那 两亿年前的 为什么在海洋地壳 就只能够找到两亿年的呢 这就是因为 在海洋地壳地区呢 老的地壳 它已经引没下去了 重新成为地壳的一部分 所以没有办法找到 比较更老的这个岩层 所造成的结果 好所以这边呢我们讲的第2个证据就是 沉积物的一个资料 那再来 第3个证据呢就是 在这边 地球磁场的记录的资料 翻到 143页 那地球磁场呢地球它 本身就是有磁场 那么在海洋地壳形成的时候 这海洋地壳 的里面原本的岩浆呢 它是还有铁性物质的 这个铁性的物质呢就会 按照当时的地球磁场 出现排列的方向 那么我们在国中的这个 理化呢有学过 就是地球的磁场呢它并不是永远都是 固定同一个方向 它是会转变的 所以像国中有学过就是 持北极的话呢 它跟地理北极的位置是不同 而且它还会飘移 好那么 所以呢在 海洋地壳里面呢当岩浆冷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记录当时的地球的磁场方向 好那么 赫斯呢他就发现 在中阳极附近的 海洋地壳里面 记录着一种很特殊的 磁场排列的资料 这是什么资料 他说在这边的 这个磁场之道呢有出现正反相间 跟左右对称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图片 好这里的话呢可以看到地寒呢有岩浆喷发出来 然后呢 这边有两种颜色 一个颜色呢就是 呃 咖啡色 深咖啡色 叫做正的磁场磁区 好然后 呃 另外一个呢是 呃 这个浅的咖啡色 他是属于负的磁场磁区 好那当 这个 赫斯呢 他们在着 在着海洋研究船 从 从这个 海洋越过去跨越的时候去探测 这些海底的一个磁场的资料 发现呢他会有出现 磁场 正反正反相间 然后以中央级为中心 左右对称的现象 左右对称的现象 那 这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说 海洋地壳是在同一个时间生成的话 那么 就代表着 他会拥有 相同的磁场 但是现在既然发现 他的磁场会出现正反相间 那其实就代表 这些沿尘呢是在 不同时间生成的 那左右对称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说 他的海洋地壳呢是由中间生成 然后往两侧 去移动的 这个现象 好所以 海底库上说呢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海洋地壳 他扩张 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们可以从 过去的资料 去回推 他的一个 扩张的一个过程 好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课本呢 在 143页 第 第五行的地方 第三行到第五行的地方 我这边请你把它写一下 所谓的正反相间呢 跟左右对称 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 正反相间 就代表 他的 海洋地壳 在不同时间深层 那左右对称呢 他所代表就是 海洋地壳呢 有 中阳极王两色扩张 好所以呢 就可以从 海洋地壳里面所记录下来的 磁场的证据 去推测 海洋地壳的一个扩张现象 好 那么 又因为呢 这个磁场的记录 他所 他形成之后 他就不容易被外界 所改变 外界的环境所改变 所以呢 因此他要变成是 海底扩张学说里面 最有力的一个证据之一 然后接着呢 接着呢 我们在 在 这个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哦 在 海底扩张学说里面 他的证据 就包括海洋成绩物的年龄啊 还有海底的地形啊 还有就是 呃 赤鸡导转的一个证据 总共有这三个资料 赤鸡导转的一个证据